每年妈祖圣诞这段期间 庙宇总会有热闹的庆典仪式 为了不要让孩子在上课的期间 被热闹的庆典月圣所干扰 石门的老梅国小都会将教室拉到户外 让孩子来认识家乡 今年老梅国小的学童也来到石门护证书所 充当一日护肌员认识护所的工作 本周适逢妈祖圣诞在这段期间 庙宇总会有热闹的庆典仪式 街道上也会有绕镜的队伍 为了不让孩子在上课期间 被热闹的庆典月圣干扰 每年这段时间石门老梅国小 都会将教室拉到户外 让孩子认识家乡 而今年老梅国小的学童 也来到了石门护证书所 认识护所的工作 走出户外认识在地家乡的文化 同时也认识在地家乡的护证书所 所以我们每年都非常期待 老梅国小大小朋友的到来 我们也会特别精心设计一些活动 那比如说我们今年呢 就特别安排了一日护证员的职人体验 那由小朋友自己来扮演护证员 那我们就是希望借由这个活动 从小培养服务群众的热忱 然后让服务的观念能够向下砸根 在护所同仁介绍护证工作之后 今年护所还特别准备了护证小背心 让这些来认识护所的学童 可以体验坐在柜台为民服务 这是我的身份证 这是我们家准备报的户口名簿 也选择最近说服务推动的鼓励 入籍新北市迈向400万幸福可能的人口政策 孩子们在体验中也了解最近政府的创新政策 那今年呢我们也同时配合了新北市政府 民政局推动迈向400万幸福的可能的人口政策 那不论是新增儿或是从他现实迁入的民众 只要是400万以内能够迁入新北市的居民 我们都有机会获得非常丰盛的奖品 金山区护证书所主任表示 每年都很期待老美国小的学童到来 今年也特制了服务背心 希望培养孩子外民服务的热忱 让服务的观念向下扎根 借此也期待未来学童能够以护所工作 作为职业的目标加入护证大家庭 欢迎涉及新北市 记者 廖品涵 金山采访报道